好那么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各地人潮跟车潮虽然是明显的减少 但是传统市场是仍然涌入了不少买菜 以及采购杂货的民众 也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预理警分局也特别到了传统市场 大力的宣导 希望民众落实低度活动 一次来买足 减少购物的次数 不要逗留 更能避免群聚的感染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各地人潮与车潮虽然明显的减少 但是传统市场仍然涌入不少买菜 以及采购杂货的民众 为了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预理警分局特别到传统市场大力宣导 希望民众落实低度活动 一次买足 减少购物次数 不要逗留 避免群聚感染 如果说客人有要来买东西的话 给他们说不要跨在一起 口罩如果说有人在帮我们 真的宣导一下 这些东西你应该都知道了 好谢谢 预理分局表示 派员前往狭区内的 预理镇以及副理箱两地传统市场 加强的宣导防疫 以警用巡逻广播 并且徒手手持看板 到菜市场内向民众 店家告知相关的防疫措施 外出市内的桌子 全程佩戴口罩 二 避免不必要 其中活动 华丁县新冠肺炎本土病例 已经超过30名 分立全国病例当中 其中有不少传统市场 都是确诊个案的阻击点 传统市场的人潮 是高风险地点 也呼吁民众 务必要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 记者高雄雄郁正采访报道 再次介绍到